2021年賽季開始之前 各位都以為平治及夏美頓的衛免旅程會很簡單 但結果經過巴林站之後 平治以自己的實力證明他們沒有在測試中演戲 而紅牛及本田就展示了他們真正的實力 但究竟為何紅牛一下子就能夠挑戰平治 而為何平治的戰車會遇上那麼多問題呢? 就讓我講一下吧 2021年F1賽季新的規例各位應該都理解了 而這些改例其中一個影響最大的改變 就是令賽車的floor面積減少 帶來的其中一個影響就是使用low rake設計的車隊減慢 而受最大影響的就是使用low rake設計的平治及Aston Martin Aston Martin車隊負責人Otmar Svanawa都表示 車隊的戰車受改例影響令賽車的實力下降 同時平治車隊負責人Total Wolf更加表示這些規矩的改變是針對平治 令平治更加慢而改變 但在講這些規矩為何令平治的low rake設計受影響之前 就讓我先講一下Rake Angle究竟是什麼 Rake Angle就是指車身由後面到前面的水平角度 車身後面比前面高例如紅牛的設計就是high rake設計 而大部分車隊都是使用這個設計的 而後面和前面的高度相差不大的設計就是low rake設計 而平治就是用這種設計 現時大部分車隊都是使用high rake設計 而只有平治因為在近年的成功所以才堅持近年不用high rake設計 而隨後紅牛賽車的設計都基本上是以high rake作為基本 那為何大部分車隊都會使用high rake設計呢 如果只在氣動力方面來說 high rake設計優勢比較大 因為車尾和地面之間的空間較大 令車尾的diffuser會有更大的流量 從而製造更大的客壓力 同時high rake設計會令車的頭翼更加接近地面 可能只是近多幾毫米但能夠協助賽車在低中速彎增強ground effect 減少understeer這個問題 high rake設計能夠帶來最重要的好處就是令賽車本身變成一個diffuser 先將流入的空氣壓縮 之後被流出的空氣通過時擴張造成低壓區 在車的floor和地面之間製造更大的吸力 從而製造更大的客壓力 而平置使用low rake就需要增長wheelbase 而補償使用low rake設計失去的diffuser流量 車雖然在直路上和高速彎比較快 但犧牲了車在低中速彎的反應和控制 亦都是紅牛high rake短wheelbase專長的地方 平置自從2017年改例之後 一直都努力改善車尾的穩定性 上年更加將車尾的懸掛系統向後移增加美胎的負重 令車頭能夠使用更加aggressive的設定 增加車頭負重 改善賽車是中低速彎的控制 下美頓在2020年賽季就能夠在車頭和車尾之間找到平衡 但今年改例就令到平置失去大量floor面積 而平置失去floor部分就是影響車尾穩定性的關鍵部分 同時平置不能夠在floor開孔控制空氣流動 令車頭和車尾的平衡被嚴重打擾 加上今年賽車多過的部分設計已經被凍結 令平置能夠挽回的下壓力有限 所以在測試的時候都見到俠美頓和寶達斯線態 而到比賽的時候都聽到寶達斯投訴賽車很難控制 所以平置就在low rake設計加上長wheelbase這方面失利 令賽車失去大量的速度 而為什麼平置不能夠簡單地把車尾的高度調高呢? 那就是因為賽車在設計的時候以low rake設計作為基本 如果改變了車尾的高度就會牽一發動全身 影響了整個車的氣動力效率 所以平置需要找解決方法並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floor規例的轉變不只影響floor 更改變了車胎附近的空氣流動 要理解這個影響就要先理解tire squared這個概念 tire squared就是在車胎轉動時所製造的氣流 氣流會流過車胎和地面的接觸點 形成車尾的真空區域 車隊需要控制車尾的tire squared 從而控制diffuser外圍的空氣流動 如果車隊沒有辦法控制到tire squared 氣流就會進入floor底部影響空氣流動 同時影響diffuser的效率 減低車尾的下壓力 所以車隊會在floor的尾段增加一些構造 將tire squared保持在車胎的兩邊 盡量貼近車胎 同時加上brake duct的葉片 將空氣向上導流 更加有效控制進入diffuser的氣流 今年除了車尾的floor面質減少 車尾brake duct的葉片長度都被減短 而平治就可能在這一方面被影響到 令賽車的diffuser效率降低 失去了更多的客壓力 同時除了車胎附近的空氣流動 車胎本身都為平治帶來挑戰 Pirelli今年提供一個新版本的車胎 新的車胎比上年提升了耐久力 令車胎能夠負擔更多壓力 同時令Pirelli能夠給車隊使用更低的車胎壓力 這個轉變令平治更難控制TireSquad 可能令平治本來要面對的難關更複雜 為平治提供更多挑戰和增加多了一個變數 平治引擎在近年一直都是最強的 當然不算法拉里之前的灰色地帶引擎 而本田就一直都比平治差少少 本田將會在今年後離開F1 而他們在今年賽季都為紅牛帶來一次重大的升級 本田重新設計引擎 不單止令引擎更加細小 而且令引擎更加快和更加可靠 本田改變了內延引擎的構造 從而獲得更多馬力 同時成功令到升級不影響MGUH 即是熱能回收系統所提供的能量 而今年平治引擎就在動能回收系統上遇上了問題 Toto Wolf表示 平治引擎在derate方面比紅牛差 這代表平治引擎在動能回收系統方面 沒有足夠的能量長時間提供動力 而在比較之下 本田引擎就有比較多能量 以更長的時間提供動力 這個現象就是過去幾年的相反 而之前幾年本田引擎一直都在derate方面比較差 經過今年的升級之後 本田終於在這方面有優勢 如果在巴林站排位的數據裡看賽車的表現 其實可以看到 涵美頓在直路尾段的速度比維斯塔本慢 或者它的速度比較早封頂 這個就是因為平治ERS能夠提供的動力比較少 所以涵美頓需要提早停止ERS釋放能量 而維斯塔本就能夠達到更加高的速度 從而做出比較快的圈速 但是同時 涵美頓和維斯塔本在排位上的0.388秒差距 有0.307秒都是在Sector2失去的 而根據估計 涵美頓是在10號灣因為犯錯而失去了0.3秒 如果涵美頓沒有犯錯的話 他和維斯塔本之間的距離應該更接近 不過涵美頓在高速的Sector1和Sector3都比維斯塔本慢 所以就算沒有犯錯 涵美頓應該都不會獲得第一位 之後兩集將會是Emola和Portimo 而這兩場比賽上年都是由平治贏到分站冠軍 但平治就對這兩場比賽沒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隨後這兩場賽道設計都對紅牛比較有利 平治的賽道工程總監Andrew Shufflin就表示 他們對賽車在高速的表現有信心 雖然他們知道平治的車並不是最好的車 但他認為賽車依然有更多實力能夠發揮 Andrew Shufflin都期望車隊到Emola和Portimo之後 能夠使用賽道改善車的弱點 但平治向正確的方向進步 究竟平治的賽車在巴林站之後會有多大的進步呢? 紅牛又能不能夠保持罕右的優勢 並且Emola和Portimo真的好像平治所說 得到優勢贏到比賽呢? 那就要看看 各位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說一下 這集就說到這裡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就記得要like和subscribe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upload 就按下鐘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